10月20日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乒乓球蓝团半决赛举行 中国八一乒乓球队在第一主力樊振东未上场的情况下 连赢三场,以总比分3比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 挺进乒乓球蓝团决赛 比赛首场由八一乒乓球队的徐晨浩对阵沙特队的哈德拉维 第一局打得十分胶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最终徐晨浩以14比12险胜 第二局和第三局徐晨浩状态逐渐回软 分别以11比5、11比9拿下了比赛 第二场比赛,代表八一乒乓球队出战的是周凯 周凯进入状态很快,以11比4、11比7、11比4再下一城 第三场上场的周宇乘胜坠机,毫不懈怠 让对手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最终总比分定格在3比0 当晚另一场比赛 朝鲜队以3比1战胜韩国队 21日晚的决赛,中国八一乒乓球队将对阵朝鲜队 决逐篮团金牌 而在此前的小组赛A组比赛中 八一乒乓球队已经遭遇过朝鲜队 比赛三场全部打满五局,赢得非常艰难 据了解,乒乓球项目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首次设立 代表中国出战的八一乒乓球队派出了梵振东 周宇,周凯,徐晨浩,穆子,孙明阳,陈可,刘希等队员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向全部七项冠军发起冲击 压力蛮大的,因为国人都是期待的嘛 乒乓球要胜利 其实我觉得一个运动员 我觉得要经历过很多的这种 包括身体的状态,技术状态,思想状态 包括什么这些,我这都不是理由 我觉得真的比那种场上拼出来 那个甭我输赢,那是真正的运动员的一种精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